第九百一十集 冬天雪暗自摇头 不是老爷 那是女人的脚步 果然 门打开时 就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传了来 我过来看看新娘子 听说是东秦人 这东秦的姑娘 嫁到多花不新鲜 可嫁到咱们城主府 还是头一份呢 据说还要拜堂 可真是好大的脸面 一个妾而已 拜什么堂 这把大夫人的脸面 往何处放 声音越来越近 显然是一边说话 一边往里走的 先前去开门的小丫鬟 紧跟着就说 下一娘您怎么来了 拜堂的事情 是老爷和大夫人定的 奴婢也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下一娘还是回吧 这里是新房 按规矩您不该来 回头要是被老爷 和大夫人知道了 您会挨说的 你不说我不说 我的丫鬟也不说 还有谁知道我来过 下一娘翻了个白眼 冷哼一声 戈部民间是有这么个说法 新人入府当天 不管是妻还是妾 府里原有的老爷的女人 是不能来见的 据说不吉利 会冲了老爷 与新人之间的感情 可这位下一娘可忍不住 她是巴不得冲了 皮城主跟这位新妾的感情呢 毕竟从前这府里 她才是最得宠的一个 如今又来了新人 还是如此年轻的 东秦之府的女儿 鬼知道老头子 会不会一时新鲜 就成朽成朽地留在这边了 人就怕亲近 一亲近 再会点花言巧语 想要抢走一个 本来就不专情的男人的心 那可是太容易了 下一娘服了服脸颊 原本在这府里算年轻貌美的 可是如果跟这位 十几岁的东秦姑娘比 可就老了 老了就不得宠了 在这府里要是不得宠 日子可就过得 连下人都不如 她绝对不可以 让自己陷入到 那种境地去 照顾冬天雪 那个丫鬟也没再吱声 想来她也不认为 这位东秦姑娘 会分得老爷多少宠爱吧 东秦人是靠不住的 也许老爷新鲜个几日 就又转回头 去找下一娘了 所以她没必要去得罪 让我看看 是多好看的一朵椒花 能让老爷把你 从东秦给惦记到戈布来 下一娘又往前走了两步 伸手就要去接 冬天雪的盖头 结果手刚触到盖头上 不等有动作呢 就听房门 咣嚣一声被人推开 又有一个人 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小丫鬟看了来人一眼 又主动招呼 方一娘好 冬天雪差点没憋住笑 好嘛 又来一位 这城主府的女人 还真是不少 按耐不住的就更多 女人还真是悲哀 一嫁出去就只能 围着男人转 整日里担心最多的就是 男人又看上了谁 又娶了谁 那了谁 一生的命运都系在男人身上 真是悲哀 他在想 这次是顶着康学文女儿的样貌 嫁过来的 不算是嫁 倘若日后他也出嫁 不 他不出嫁 他绝对不嫁 冬天雪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 这辈子绝对不要成婚 绝不做男人的附属品 绝对不要让自己的人生也如这般 为一个男人紧张到死 喂 问你话呢 听见没有 想什么呢 有人推了他一下 冬天雪稳若泰山 推他那人明显就一愣 随口说了句 这是不是粘榻上了 坐得还挺稳啊 这是先进来的那位夏姨娘 说完了话 又伸手要去掀冬天雪的盖头 却被后来的方姨娘给拦了一把 夏妹妹 这可不合适啊 新娘子的盖头得老爷来掀 你现在给掀了算怎么个事 难不成这人还要抬你屋里去 以后你养着 夏姨娘间有人懒躺 气得当时就沉了脸 方姐姐 我掀与不掀都是我的事 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扒扒地凑过来 不也是为了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吗 哦不对 不应该叫新娘子 不过就是个卑微的妾 哪里配得上新娘子的称呼啊 哟 可别说得这么难听 咱们也是妾呢 方姨娘提醒她 知道的是你在骂新娘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骂自己 这人不疯不傻的 作何要骂自己呢 方姨娘捏着帕子 笑得前仰后合的 夏妹妹 都说你是个聪明人 可怎么聪明人 专扮糊涂式啊 人都接近府里来了 老爷和大夫人还安排了拜堂 所以叫生新娘子 是给老爷称颜面 难不成你来闹着一出 就是为了打老爷和大夫人的脸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夏姨娘被噎得没了话 不得不把药区先盖头的手给缩回来 可还是不甘心 酸溜溜地倒 哼 不过就是个东秦人 东秦人都是下等人 那位知府大人入了咱们府 不也是卑躬屈膝的 封姐姐作何这样子 在一个心切 老爷怎么可能会宠着东秦人 不过就是几日新鲜 待新鲜劲一过 从前该怎么着 就还得怎么着 她说到这里挺了挺身子 这是在提醒方姨娘 从前最受宠的是她下室 这会儿方姨娘百般阻挠她为难心切 就是与她下室过不去 可方姨娘明显地不怕她 依然是奚落的语气 从前是从前 现在是现在 老爷的新鲜劲 什么时候过去都还指不定的 保不齐就过不去了 那样的话 过去受宠的 就永远成为了过去 依着我对老爷的了解 她是不会回头的 所以说啊 人哪 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就算老爷的新鲜劲 很快就会过去 但是你能保证 在没过去的这些日子里 这位新来的妹妹 不会落井下石捅你一刀 只要她在老爷枕边一句话 你可就完了 夏姨娘的气势稀了 她知道方姨娘说的是对的 谁也不能保证 老爷不会对这个小姑娘动心 哪怕只动一天心 只要小姑娘抓住这一天 就可以轻易地干掉她 城主府里最不缺的就是女人 在她之前 这里的任何一个女人 都是得过虫的 跟着她来的丫鬟 扯了扯她的袖子 把人给拽走了 夏姨娘还不甘心 恶狠狠地瞪了冬天雪一眼 可惜人家带着帕子 根本看不见 方姨娘却没走 她对伺候冬天雪的丫鬟说 我跟这位新来的妹妹 说几句话 嘱咐几句 你们到外头守着点 可别再让谁进来 老爷还张罗拜堂呢 可见对这位妹妹十分看重 咱们不能让她受委屈 快去吧 我说几句话就出来 那丫鬟想了想 点点头 跟着方姨娘带来的下人 一起离开了屋子 终于 屋里就剩下冬天雪 和方姨娘两个人 方姨娘扯了扯冬天雪的袖子 小声同她说 妹子 我知道你是不情愿的 我当初也跟你一样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嫁都嫁进来了 想出也出不去 且就算出去了 杨家人也不会再要咱们 更不会有男人敢收留我们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进来了就得认命 日子总得过下去 你说 是不是这个铃儿 冬天雪有点兴趣 便开口问她 你是割部人 如何算不情愿 方姨娘都听笑了 割部人又如何 这跟是不是割部人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是官 我是民 民不能与官斗 这是千古定律 城主看上百姓家的姑娘 那几乎就跟明巧 没什么两样了 跟是哪国人没关系 在与你们东秦通婚之前 割部还不是官亲们 来过自己的日子 抢的还不是 自己城里的女人 冬天雪点点头 说的也是 跟东秦还是割部没关系 那你是怎么被抢来的 我 方姨娘苦笑了下 那年我去烧香还院 回来的时候 看着路边有卖老虎灯的 就想给家里的小弟弟 买一个 结果就是挑灯的时候 被城主瞧见了 看上了 次日就冲到我家里 打伤了我爹娘 把我抢回城主府来 方姨娘说到这里 叹了一声 然后摆摆手 罢了罢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 既来之则安之 我也不愿意总去想 今儿我过来 是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关乎你在这座府里的 安危生死 你可一定得往心里去 方姨娘的声音 压得更低了 妹子 不管老爷宠不宠你 都要留心大夫人 大夫人能容得下咱们 但是容不下咱们的孩子 你不生孩子还好 一旦生了孩子 那不只是孩子活不成 你也得跟着一起死 你刚来 还不知道 这府里女人不少 孩子却不多 大多数的孩子 都是胎死腹肠 勉强能生下来的 也会在五岁之前 离奇夭折 都是大夫人做的 冬天雪听得直皱眉 城主而已 又不是有世袭的爵位 大夫人至于如此吗 是为了财产 城主很有钱 方姨娘点点头 以城之主 当然是有钱的 而且你可能不知 咱们割部跟你们东秦不同 听说 东秦只有王位爵位 才可以实习 但是在割部 一城之主 只要在任期间 没有大错 不被中途换掉 那么下一任成主 就有很大可能 是她的儿子 所以大夫人 在延防死守 不让妾氏生下孩子来 当然 如果生出来的是 女儿也就算了 她不在一府里 有多少位小姐的 冬天雪点点头 懂了 这割部跟东秦 还真是不一样 城主的位置 居然也可以实习 怪不得那大夫人 如此重视 府里生下多少个男孩 不过这些 都跟她没有什么关系 她只不过是 来走个过场 城主也好 城主夫人也好 谁敢到她这里 耀武扬威 她绝不会客气 妹子 听懂我和你说的了吧 方姨娘有些着急 我也是好心 听说你是被迫嫁过来的 就想到了我当初的经过 所以特地赶过来 与你知慧一声 冬天雪有些好奇 你入府许多年了吧 是不是也被大夫人 害过孩子 方姨娘摇摇头 没有 我连怀孩子的命都没有 新婚院一过 老爷才刚走 大夫人就派人端了一碗汤药过来 说是养身子的 女子成宠后都要喝这么一碗 对身体有好处 我那时候年纪小 哪里懂得这些 还以为真的是养身体的 就给喝了 谁成想喝了之后才知道 那根本就不是养身子的药 而是一碗红花 喝了那碗红花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身孕了 她呵呵一笑 哼 没有孩子也好 谁愿意给那个老头子 生孩子呀 但是妹子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的想法 那就她给什么就喝什么 最多遭几天醉 往后的日子 也就不用提心吊胆地 防备大夫人算计你了 不能生孩子的女人 她是不会算计的 还会对你不错 但你若想生孩子 想与之一争高下 那就一定要防着她的阴照 不管是明儿一早 还是今天晚上 谁给你什么都别喝 这屋里的水也别喝 咳也认证 等到了白天 自己到井里要水喝去 你一定得有个心理准备 这一防可不是一日两日的事 而是要放一辈子 各位听友 我是主播明灵 这次我的角色是白家老太太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老身在此谢过了 请请休签订阅